在安装了Git以后 我们需要去简单的去配置一下 比如去告诉Git 我们是谁想要使用的编辑器是什么 还有浏览器是什么等等 Git的配置有三个范围 首先是system系统范围 那么这个级别的配置会影响整个的系统 也都是不管你使用哪一个用户登录到系统上面 Git都会使用在这个系统范围的一个设置 针对用户来设置的属于global 全局的范围 那么在这个范围上面去设置Git 不同的用户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配置 另外我们也可以去针对项目范围来设置Git 一般我们会在用户的范围内去配置Git 也就是在global的范围去设置 首先我们要告诉Git我们是谁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用户名还有email 那么这些信息会包含在commit提交里面 这里我们可以输入gitconfig 后面加上一个global 注意global前面有两个横线 然后是要配置的一个选项 我们输入user.name 后面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名称 这样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 配置的信息输入gitconfig 两个横线list 这里你会看到user.name这个配置的信息 如果要重新的去配置这个选项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onset的一个参数 输入gitconfigonset 然后加上这个设置的范围global 再加上user.name 这里面提示一个key does not contain a section 应该是我们用错了 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 gitconfig的一个帮助的信息 这里你可以看到onset前面 要加上两个横线 我们输入gitconfigonset 然后再加上配置的一个范围global 再加上要重置的一个选项user.name 然后我们再去查看一下 gitconfig list 现在这个配置信息里面 就会去掉那个user.name这个选项 下面我们可以再重新的去设置一下 这个用户名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设置一下 用户的email输入gitconfig 然后加上配置的一个范围global 再设置一下它的user.email这个选项 设置成网号at您号.net 如果想让git输出的东西带点颜色 我们需要再去配置一下输入gitconfig 加上配置的一个范围global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color.ui 把它设置成true 我们在全局范围里面做的这些设置 都会保存在一个叫做 gitconfig的一个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会放在当前用户的 一个主目录的下面 我们可以使用cat 去查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的东西 输入cat一个波浪号 表示当前用户的一个主目录 查看一下它下面的gitconfig这个文件 那么你会看到 这个文件会分成几个区域 color这个区域就是 那个UI等于true 另外还有一个user的区域 这里面设置了email 是网号at您号.net 还有name也就是用户名 是网号 0是网号 感谢观看